男人发现了一款 两秒就能送到的外卖 他好奇地点击下单 没想到 门铃突然响起 一个美女外卖员竟突然出现 男人一脸懵逼 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可经过一番检查 他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恰巧在这时 妻子的乳液刚好用完 于是男人为了验证猜想 他直接打开软件 然后输入商品下单 不出意外 门外又传来了铃声 依旧是那个绿帽外卖员 而他送的商品也没有任何问题 妻子难以置信地看着乳液 心想这平台是真牛 于是两人为了多次验证 便把需要的物品逐个下单 甚至还通过这款软件 吃到了法国的进口牛排 而就在这时 男人终于察觉到了异常 这家牛排店明明没有开业 竟然还可以配送 他赶紧拉着妻子走出屋外 走廊的灯明明亮着 可外卖员送货时 身后却总是漆黑一片 于是男人猜测到 这款软件肯定有着问题 但妻子却根本不怕 反而产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直接在软件上输入现金100万 可结果却是 需要支付100万的配送费 这时妻子灵机一动 他想找到之前结婚丢失的戒指 没想到系统竟然提示可以配送 而且费用仅仅需要800元 妻子立马下单 没想到两秒后 绿帽美女竞争地送了过来 女人一顿观察 发现上面还刻着俩人的名字 看来确实没有任何问题 他们猜测到 只要是自己的东西 那么就一定可以配送 于是女人为了验证猜想 便想利用软件 把曾经丢失的小狗找回 他输入名字再次下单 但没想到 这一次外卖经配送错误 送过来的是一个罐子 男人打开一看 竟然是狗狗的骨灰 可了解到真相的女人并不死心 他打开手机 输入自己想要15年前活着的小狗 男人认为妻子一定疯了 可下一秒 外卖员就带着狗狗来到门口 发生的一切 简直太过离奇 丈夫的心里已经逐渐发出 但万万没想到 妻子却产生了一个恐怖的想法 他竟然在软件上 却直接按下搜索 显示的配送费 竟然高达16000万 妻子快要疯了 可他却说不管怎么样 都要见母亲一面 他直接点击配送 然后立马扭头向门外看去 可这一次 门铃没有响起 外卖员也没有出现 原来是他的存款不足 妻子崩溃的不断点击配送 奥运着发生的一切 丈夫安慰到女人 这也许就是母亲一辈子的价值 到了第二天 两个人都逐渐清醒 他们决定都不再用这款软件 可没想到 仅仅过了几天 他们便又没忍住 男人在电影院等待着女人 可女人却迟迟没来 他打去电话 得知女人正在路上 他只好准备等等 可手机上的配送软件 却让他再次忍不住看看 他输入妻子的名字 不承想 仅仅需要800块钱 男人毫不犹豫点击配送 突然 外卖员就带着妻子 出现在他的身后 在回去的路上 女人感到非常郁闷 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才值800块钱 男人猜测到 可能因为他们是夫妻 所以只需要配送费就行 于是夫妻两人 就好像发现了新世界 妻子下班再也不用坐地铁 出去旅游也只需要一个人的费用 通过这款软件 小两口的感情越来越好 可他们完全不知 巨大的危险也正在来临 这天 正是夫妻俩的结婚纪念日 丈夫贴心地做了一桌子饭菜 可妻子却迟迟不来 他打去电话 妻子却提议想吃法国大餐 矛盾一触即发 两人都想让对方过来 挂断电话后 几乎同一时间 两人竟都点击了配送 突然 两个人都凭空消失 系统竟然触发了故障 男人立马查看手机 好在手机竟还有信号 他赶紧联系到自己的好友 让对方把他配送出去 可不料 对方的回话 却让男人失去了希望 好在 凭借丈夫的网站收入 两个人还可以勉强度日 但很快过了一年 他们还没有想到出去的办法 两个人的感情也逐渐破裂 都看着对方很不顺眼 丈夫打完妻子 他也深深地陷入自责 没想到他们的感情会成为这样 突然 男人想到了一个出去的办法 他来到妻子的房间 递给妻子一份离婚申请书 表示只要和他离婚 然后再找个人结婚后 别人就可以把自己拉出去 然后出去再离婚 再和他结婚就可以了 可网上恋爱哪有那么简单 男人不断地在网上求婚 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甚至还遭到了相亲网的拉黑 男人用力地砸向桌子 已经快要崩溃 可更让他绝望的是 妻子竟又突然消失不见 他立马给妻子打去电话 可没想到 女人已经被人配送出去 而这个老头 就是女人之前照顾的病人 男人赶紧让妻子 把自己拉出那个空间 可不料 妻子却直接翻脸拒绝 还认为自己早就该找个有钱老头 听到这里的男人 已经快要疯掉 他毫不犹豫地点开手机 想把妻子配送回来 看着显示的800块钱 男人还在犹豫 可下一秒 系统竟突然刷新 金额竟然赶上了两亿 丈夫瞪大了双眼 不懈地发出了笑声 就这样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 男人再也坚持不下去 就在绿帽园配送的时候 男人直接拖住了他的大腿 询问出去的办法 表示什么后果都可以接受 没想到 美女镜直接蹲下 画面一转 女人和老头整天腻腻弯歪 这天他正想买一幅壁画 打开软件 然后属于下单配送 下一秒 门铃就响起 没想到 配送的人员 已经变成了之前的丈夫 看来这就是出去的唯一办法